宠物咖啡馆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让主人可以带上宠物的地方 一边享用咖啡一边陪伴宠物 被现代人誉为减压新史上 尽管宠物咖啡馆在日本已经盛行好一段日子了 不过纽约是在近期才迎来第一家狗狗咖啡馆 Boris & Hilton 这是一对妇女经营的咖啡馆以自家狗儿命名 开装至今短短几个星期 已经成为纽约最夯的打卡专 由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条例严谨 因此业者必须跟走规矩 主要以玻璃窗在店铺分隔成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让主人点饮料的部分 第二是狗狗禁止进入的范围 而最后一个就是狗儿和狗主共处的空间 顾客普遍对这种新概念拍手较好 狗狗人需要一个地方 因为人们如果想要工作 尤其是我们像我 我希望能够带我狗狗 但我不想要回家 所以有一个咖啡 我仍然能够工作 我仍然能够工作 做什么我喜欢的 但仍然能够带我最好的朋友 是美丽的 这是她的第一次冬天 所以她只能够用到冬天 所以很棒 我们可以带她的地方 有食物和所有的东西 我们很感兴趣 创办人米克里希望 透过这种咖啡馆的概念 减低狗儿被拴在走廊而引发的问题 也让狗主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毛小孩 可以达成双眼区面 除了咖啡 Boris & Hilton 也为狗主提供 铜丝等美食 至于周末时期 宠物专区还会变身活动区 与动物福利组织合作 举办领养活动 让毛小孩也建立自己的朋友圈 与人类一样多姿多彩